你對90SCP有什麼看法 你應該知道這一隊吧 我知道 但是他們兩個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 快讓老師舒服一下 對 老師 老師 在前一集的時候 剛剛那個環境前一集 我的韌帶斷掉 我運動完每一個人都會說 我腳非常OK 可是我手很痛 對啊 我會累了 沒有關心我的時間 沒有關心我的時間 然後那兩個禮拜表現就很差 對 然後就會被 不管是酸民 或者是很愛紅隊的觀眾朋友 就是會來指教這樣子 語言比較激烈一點 對 稍微想問一下這四位堅情 如果邀請你們去 你們願意去嗎 敢去嗎 敢去嗎 大家 來了吧 有點不太敢耶 不行 我覺得邱鋒澤的民主 我感覺等一下 第一集可能就會昏倒 太聰明了 太聰明了 其實對他們充滿敬佩 你看他們滿身都是傷 但是要負責這個傷 繼續的比賽 這個精神其實真的很難 所以你沒有這個精神 我恐怕沒有像他們 這麼堅強 就大家把我們主贈吸皮 就是因為我對他 其實真的是很 很多的崇拜跟欣賞 所以不知不覺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個 彩色的情術 對 然後 現在就是拔不出來 就是你陷得很傷 他很敢說不知 無法立拔 不如我們就淡化一下 這個感覺好了 我們讓他唱歌好了 陳明就一直在想 謠言啊 就是這樣來 這首歌天愛情編也算是定情緒嘛 是 對 也算是啦 起頭 一個起頭 好 我們想聽嗎 想啦 好 來 對 他們真的好在哪裡 我沒有碰 我在團裡面有沒有 聽過有和聲的 真的喔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唱主音 對 謝謝 你懂嗎 用歌手的方式來限定團體 請唱歌 你們有辦法嗎 一起合唱一首 可以... 真的喔 我們剛剛有練了五分鐘 五分鐘 我們撐團十分鐘 真的有辦法嗎 那就來囉 對... 真的嗎 你們是不是可以組一個團耶 請組團 其實他們練十分鐘 就這樣了 對 我們練了五年 真的 他把我們帶到一個世界裡了 是不是 我覺得滿開心的 就是 終於有會唱的團員 就是 請對觀眾溫情喊話 你們想要用什麼方法 打動觀眾 把票投給你們 最後一個投票的 對... 來 吳堅晴先 溫情啊 綜合投票 這個... 如果... 如果... 學長... 來...溫情的話 各位觀眾就是 最近 我第二個兒子又要出現 還贏啊 還贏啊